外星人电脑凭借其油粮的性能和炫酷的外形,深受广大玩家的喜爱,近日,外星人也带来了新产品。 ALIENWARE-M15和ALIENWARE-M17,它们带来更轻薄的外观和更加强悍的硬件配置,我们一起了解一下。 ALIENWARE-M15与M17,终于让外星人摆脱以往后重的造型,变得更加轻薄,并且尝试了全新的设计语言,设计方面开始尝试偏向浅色系,中性化设计,同时保留ALIENWARE棱角分明的风格。 从整体上看,ALIENWARE-M17,比先前版本薄了10%,机身重量2.63千克,厚度18.6毫米。 ALIENWARE-M15,比先前版本薄了2%,机身重量2.16千克,厚度17.9毫米。 配置方面,最高搭载全新移动平台9代i9K级处理器和TURIN核心的CHEA430X2080MAXQ显卡。 电压调节V2工程技术加持,可以对显卡进行8项电压调节,对处理器进行6项电压调节,提升效率延长锐频加速时间。 散热方面,采用风潮型结构散热孔设计,相较于上上一代系统,双进气口,双排气口通风设计,让热气流更快排出,同时内置的陀螺椅和加速度计,可根据摆放位置相应的自动调节温度,让电脑更加智能。 屏幕方面,ALIE NWARE M15配备OLED4K高色彩还原屏幕,色域更广,最高可选240Hz刷新率显示屏,170度超广亮度视角,画面细节更好,竞技类游戏将有更好的体验。 工业设计方面,ALIE NWARE M15与M17采用高强度鎂合金覆盖机身,降低机身重量,让机身更加耐用,采用全新精准点位玻璃触摸板,定位更加精准。 灯效方面,ALIE NWARE M15与M17配备情绪,同步RGB灯效,可为不同场景,不同游戏,快速分配不同灯效,并通过全新的ALIE NWARE Command Center ACC统一管理,环形光圈,以及键盘都在ALIE NFX控制范围内。 散热方面,ALIE NWARE M15M17的CPU风扇直径增加了10%,GPU风扇直径增加了20%,通过ALIE NWARE Cryotech V3.0散热架构支持,最高能压住酷锐i9,并且支持超频CPU。 价格方面,本次ALIE NWARE M15共有从i5到i96款配置组合,售价9999元起,最高39999元,而ALIE NWARE M17,也从i7到i9,共有4款配置组合,售价15699元起步,最高39999元。